之前我們說了台灣黑幫裡的遠古神獸 還有近代的本省勢力 接下來我們要說的就是隨著國府來台以後 隨之誕生的外省勢力 話說我們大中華民國從1949年遷台以後 一時之間人口暴增 為了提供國軍還有他們的家屬 適當的居住空間 廣設眷村就成為了當時的政策之一 眷村為當時的台灣社會帶來了很多軍事文化 以及眷村居民守望相助互相有愛的精神 然而這樣的精神轉了個方向 套用到眷村裡面的年輕人上 每當同一個村子受到別村的人欺負打壓的時候 村子的人就會聯合起來一致對外 但這股力量你知道的 會在團結的過程裡面逐漸變質 當這個村子裡面一樣想法的年輕一輩聯合起來 就形成了外省幫派的雛形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一些幫派勢力開始在眷村裡面發展 影響著周遭的社區 眷村的形成讓幫派有了新的舞台 隨著時間推移 一些幫派勢力在眷村文化的熏陶之下壯大 深深影響著台灣社會 不過還是那句話 我們參考的資料可能跟現在有點時間了 如果有什麼跟現在拖鞋的狀況 還請各位指教才是 首先我們先來講非鷹幫 因為創幫的元老們 對鴻門想要振興中華民族還有中印精神 非常認同 所以要入幫必須要燒香斬雞頭力士 而且組織的編制也仿效鴻門 堂口色旗主 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 各司其職 紅旗負責在外逞兇鬥狠搶地盤 黃旗負責想辦法弄錢 藍旗就是人資部門 而白旗則是機動部隊 黑旗就負責恐嚇勒索 非鷹幫最早是由學生所組成的 因為創幫的人對於空軍飛官有嚮往 所以就取叫非鷹幫 有部分的老成員更是會把老鷹刺在身上 他們曾經綁架過知名小說光太而聲明大照 也因為這樣在政府執行 迅雷掃黑專案的時候 被列為了重點對象 為了打掩護 甚至開始在光華商場賣起了盜版光碟 但是一脈卻壟斷了當地的光碟市場 最後發家致富開啟了公司 並跨足經營建築、傳播、殯葬等行業 後來還傳出想要介入政治 曾經有被抓的幫眾被發現 是中華統一促進會的成員 並透過威脅被害人或是匯權來影響台灣選舉 接下來介紹北投的北聯邦 他們一開始是一群一起在北投運動公園的青少年所組成的 在1950年代北投是台北色情行業的主要據點 所以跟當地的角頭合作 以收色情行業的保護費為他們的主要資金來源 但隨著台北市修改對色情行業的法規 北投的風化區因為廢除工倉而漸漸沒落 他們開始轉向台北的市區經營酒店 現在則是夾帶的過去經營酒店的豐厚資本 開設高利貸公司被人戲稱為 就是連人的關材本都要拿走 最近比較有名的是 2021年的時候 時任民進黨台北市黨部 評議委員會的召集人趙哥 他兒子被警方駐計為北聯邦成員 因為他擔任過蔡總統台北市競選總部的顧問 所以被抓包了以後 民進黨火速開除了他的黨籍 但還是在社會上引起了一陣畫欄 讓大眾發現北聯邦勢力早已滲透了政界啊 接著來講松聯邦 邦裡面其出的成員 大多來自松山的松基益村 還有復聯四村 所以叫松聯 早期通過經營賭場、色情業 收取當地商家保護費等等 傳統的犯罪活動起家 由於當時的成員都是穿白布鞋 手提汽油筒出沒 草莽的作風在江湖上被稱為草鞋幫 因為成立的時間比較晚 剛好讀過了1984年的一清專案 也讓他們趁著這個機會迅速壯大 成功接受了竹聯邦 當時在台北東區的地盤 不過後來因為犯了江湖大忌 那就是殺警啊 引發政府全力針對松聯邦進行全面掃黑 導致近乎滅邦的慘況 1997年的時候 當時的邦主為了組織發展的考量 雖選擇到警局自首 並對外宣傳解散幫會 但其實松聯邦還是在暗中存在 繼續活躍著 在2003年的時候 知名大佬的父親過世 當時的陳水扁總統 以及呂秀年副總統制政婉聯 引起了社會關注跟輿論 最近比較大的新聞是 松聯邦的大佬居然在軍營旁邊 種了超過4000株的大麻 在這邊阿牛哥只能跟他說一聲哈們 相信現在大家聽到台大 會想到的應該是 台灣的第一學府 裡面都是高知識分子 但其實啊 在國府來台初期 你不一定要有優秀的成績 才會被錄取哦 只要你是官二代 政二代 幾乎也都可以進入就讀 好像跟前陣子報出來的事 有點雷同啊 在1954年 四海幫就在台大農學院頂樓成立了 用倫語的格言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來做幫名 也因此四海幫大部分的成員 都擁有黨政軍二代的背景 所以在建立的初期 就已經擁有穩固的基礎了 不過因為發展的太穩固 壯大的太迅速了 在1960年代的時候 號稱擁有萬人規模的四海幫 正式開始被政府監控掃蕩 因此而元氣大傷 而他們的死對頭竹聯邦 也趁著這個機會 不斷瓜分四海幫的版圖 1970年代 幫裡面有志之士 力網狂瀾 成功把四海幫從解散邊緣拉了回來 到最後四海幫跟竹聯邦的衝突 居然可以牽涉到台灣的金融股市啊 因為雙方在金融市場裡面 不斷想要把對方的共識併吞 所以造成了台股動盪不安 有趣的是他們還效仿政黨的架構 設立中央常務委員會 利用中常委來管理 本來就已經各自為政的四海幫各堂口 據說訂下中常委規矩的大佬 還訂了一項規矩喔 那就是只要是四海幫的兄弟 出席公共場合的時候 都需要全部穿著黑色衣服 這個規矩直到現在都還影響著 道上的其他兄弟們喔 關於這個大佬還有一個傳說啊 因為他非常喜歡中華民國頌 以及學染的風采 所以到現在的四海幫 還會把這兩首歌當成幫歌喔 相傳他們的勢力也曾經到淪陷區發展 而且還發展得有聲有色呢 現在大多的公開場合 幾乎都會用中華四海同心協會的名義來舉辦 比較有趣的是四海幫的政治傾向 譬如說1992年 老哥蔡冠倫曾經用國民黨的身份 參選立法委員選舉 在競選廣告裡面打出 大哥出馬 台獨讓路的口號 而這幾年來 台灣警方掃黑時候發現 逐漸有四海幫的成員 跟中華統一促進會結合方案 四海幫的成員也多次參加統促黨的抗議場合 而且有很多統促黨的成員 都有四海幫的身份喔 接下來講大家耳熟能詳的 竹聯幫 他們也曾經被列為 全球第四危險的幫派 最早稱為竹林路聯盟 後來因為太難念的關係 就改成竹聯 不過民國40年代的兄弟 都會自稱中和鄉 認為竹聯是真正繼承了中和幫 抵抗四海幫的精神 並認為竹子任性強 雖然孤葉擔保 但生命力極強 所以用竹子來作為標誌 竹林路聯盟從中和幫衍生出來了以後 延續了中和幫的傳統 繼續對抗熊聚台北的四海幫 但相較之下 四海幫涉足江湖早了五六年啊 平均年紀也大了五六歲 而且距離主動跟上升的局勢 在戰鬥力跟戰鬥經驗都很難比較的情況之下 竹聯對四海的對抗 也跟其他幫派一樣 長期居於下風 以及處於被動的局面 當時在文山的地方是李文山幫 跟附近的竹聯幫 有著結役聯盟的關係 大家常常互相往來 一起商討如何對付四海幫的策略 久而久之竹聯幫就發現 好像每次只要有文山幫相助 對付四海幫就會特別輕鬆啊 所以就希望文山幫跟竹聯幫 能夠傾上加傾 與此同時 加入竹聯的 還有南強聯盟的陳其禮 以及南海陸幫的張安樂跟吳敦 1960年代 政府針對四海幫進行重點打擊 竹聯幫趁勢而起 第一次從新北市走入了台北市的勢力範圍 後來發生了廣為流傳的香港茶餐廳事件 陳其禮、吳敦等八人 帶著武士刀 一把自私散彈槍 擊退本省角頭牛浦幫上百人 而成為了江湖傳奇 陳其禮就此打響了名號 成為竹聯幫的代名詞 之後就發生了對台灣影響重大的江南案 這場由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主導的刺殺案 發生在1984年10月 比名為江南的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 在美國加州住處遭到槍殺 導致台美之間的政治角力 有興趣的話歡迎在留言區敲碗 政府最後迫於美方的壓力 執行一清專案 進行全國大掃黑 導致全台各地的角頭 直接或間接入獄 造成黑道勢力的大洗牌 因為一清專案的緣故 竹聯邦勢力發展迅速 是全台黑社會裡面 組織發展最快的 2008年的時候 還曾經被美國外交政策週刊 列為全球第四危險的黑幫組織 認定竹聯邦活動地盤 已經從台灣擴張到東南亞、菲律賓 甚至到美歐等地 成為國際性的黑道幫派 2017年的時候 還被菲律賓總統杜特蒂 兩度公開點名 譴責台灣的竹聯邦 跟香港的14K聯手 走私毒品到菲律賓 是非國主要毒品的供應來源 這方言論再度引起了國際注目 讓竹聯邦在國際黑幫組織的名聲 是更加響亮了 至於竹聯邦的政治傾向 主要還是以我大中華民國為正統 雖然由前總護法 張安樂、白狼 跳出來成立中華統一促進會 也就是統促黨 但邦裡有聲音表示 竹聯邦就是竹聯邦 統促黨就是統促黨 這件事在陳其裡還在的年代 就已經分得非常清楚了 但這一切都像是不解之謎 期待有清楚這段關係的朋友在底下補充 還有在網路上 常被拿來當作名音的三槍 也就是館長的槍擊案啦 也被認為是白狼所指使的 當時館長因為高調反共 不只成為了統促黨的眼中釘 案發之前還遭到黑道勢力威脅 館長槍擊案的槍手劉成浩 遭到起底是竹聯邦 以及堂寶合會的小弟以後 案情就不再只是瘋狂粉絲 或是商業糾紛這麼簡單了 類似的事情還有2017年 香港民運人士黃之鋒 來台的時候被暴力接機 2019年香港民運人士何韻詩來台 被潑紅漆 2022年華人民主書院協會 在中正紀念堂調練六四 也被潑黑漆 根據後續追查 都是統促黨在背後叫說的 而潑黑漆的案子也賠了75萬 這筆錢也不知道最後是誰吞了下去 最近竹聯邦比較有名的事情 就是前陣子抖音上很紅的 有一大排穿著旗袍的美女 共同迎賓的影片 那天是竹聯邦 在台北萬豪酒店辦春酒 一連辦了兩天 被警政署認為是在挑釁公權力 於是射點在樓下進行領檢 不過礙於現在相關法規的問題 好像有違法的疑慮 希望這個部分可以快點修法 更因為這次的事件 後來衍生出了進程專案 再一次掃黑 我們做黑社會的科普 不是要鼓勵大家加入黑社會 畢竟就像我們看到的 他們隨時有滅幫 還要背黑鍋的風險 我們應該要透過了解他們的歷史 還有對社會帶來的影響 進一步深化對黑幫的認知 希望這樣的內容 可以為大家提供負面教材 畢竟他們最後的處境 其實都不是太好 加入黑社會 絕對不是什麼正確選擇 很多時候是要幫大佬背鍋的 賺不到什麼錢 還要被抄得跟狗一樣 上面說的大佬們 只要喊得出名字的 都是進去蹲過的 而透意思也說過 裡面連衛生紙都還是要用錢買的 正常人應該也不會想進去吧 所以我們對法治還是要有基本的概念 以免不小心走歪了才好 這些歷史其實不會被寫到課本裡面 畢竟可能會誤導學生 那就不是教育者們想要看到的了 但其實學生在生活中 多多少少都會接觸到 與其讓他們接收到不完整錯誤的資訊 倒不如大大方方的整理好 把內容製作出來 避免像是對岸六四悖論的情況發生才好 常會有人說 現在的黑道猖獗 欸?等等是不是有人按電鈴啊 但這個社會上 有黑暗的一面就會有光明的一面 套據聖言法師所說的 面對問題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 面對它 接受它 處理它 放下它 希望大家對黑社會問題 能夠有個基本的認識 增強我們對公共安全 以及社會穩定的關注 提醒大家 不要忽略這些問題的存在 讓我們一起建立一個 更安全 更和諧的社會吧 好了 關於黑幫的故事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大家喜歡的話 說不定還會有更多就是了 大家還想要看到什麼內容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哦 也歡迎幫我按下訂閱跟分享 有能力的朋友 也可以幫我按下 超級感謝或是加入我的會員啊 我的學習筆記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